Hello,大家好 之前我们的卫生总监诺西山有说 就是他本身预估我们马来西亚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高峰 在未来他是说一天可能会增加一个1300个人 这是一个高点 他认为当然在全球这个新冠肺炎新一波是来势汹汹 非常多国家地区最近这个确诊数目就飙了上来 所以现在全球高达4072万0262人已经确诊了 死亡人数112万4213个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已经百多万人已经死亡了 这甚至比战争更可怕 因为可能战争都没有死一个百多万人 然后美国当然现在两党竞选已经白热化了 到了一个最后阶段 然后最近特朗普阵营爆料 因为他们号称有收到就是这个拜登儿子的手提电脑 然后据说他laptop里面有非常多不康入目的一些内容 包括可能色情的一些东西 还是他们的一些不光明正大的一些交易 似乎特朗普阵营要开始爆料了 所以可以预期了 就是美国接下来的这段期间 应该关于拜登儿子的黑料 可能会被爆非常非常多出来 因为到了最后阶段 你可以看到现在双方都拼了你死我活 就是要争那个美国总统的这个宝座 当然美国目前确诊还是最多的一个国家 它的确诊人数高达845万9千041个人 死亡人数已经来到22万5千241个人 我们马来西亚最近都800多人的一个确诊增加 一天已经来到非常高了 跟之前来比 所以今天又增加了862个人 然后我们确诊总数是22,225个人 然后今天又死了三个人 所以死亡人数现在是193个人 好 今天大事是回调下来的 你可以看到KLCI蓝筹股跌了7.14点 收在1510.97点 然后今天下跌的counter550个 上涨的只有396个 所以今天马股主要撑住市场的还是医药股 那些医疗概念股跟一些仙股涨了上来 首先仙股还是一样 在今天你可以看到那些 其实基本面也不是太好的一些仙股 那么今天也是狂涨了上来 首先的这个现象真的是要谨慎 因为往往不小心 当然我不排除了一些仙股的涨 或许跟一些大师在后面by call是有关 因为他们一下by call 然后整个group的人就冲进去 就可以把一个仙股推高了非常多 但是要小心 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那当那个大师sell call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恐怖 那个仙股就会很快 也是奔跌式的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谨慎 所以来到今天像KTB 今天疯狂起了一个34.8% 然后Dnex母股23.7% 它的warrant D42.9% So Dnex他之前也是宣布 他获得了政府一个新的合约 这个合约4717万 就是主要是关于一个项目 project关系到这个public sector data center的一个东西 然后PCCS warrant A今天起了18.9% 它的母股起了20.7% So PCCS当然全部久 我才做了一个视频前谈 它的业绩是有进步了 8月28号YOY起了一个46% 然后Soulcon今天又起了4.3% 前不久他也是做一个company share buyback 买回了4万股 做一个所谓的SBB share buyback 当然今天医疗股是不错 在今天像Notion 2.5% Enix 13% Bramadu 10.8% 当然我本身是不停在做一个选股服务 James Stockpick 就是每个星期我会寄出一份选股报告 上面会有几家公司的这个buycore 就是我会以价值投资基本面来做一个选股 来到今天当然非常多buycore 其实回酬还是相当的可观 像Jax今天起了2.3% So在89分 SoJax很快了啦 他要ex-debt那个right issue OK 因为他越南的发电站已经到了一个最后阶段了 然后他还需要多一些资金啦 要投资进去来做这个发电站 So他就他已经说明了啦 这是最后一次 针对这个发电站来做一个right issue的机制 So当然市场我觉得是看好了 OK 你可以看到Jax最近的股价都有走了上来 我之前buycore57.5分 这一年8个多月也是有55%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上三年才会有 然后Carex不错 今天起了12.9% So在92分 So等一下我会做一个浅谈 关于Carex最新的一些情形 你可以看到 他的大股东Madam Goying 也是一天买进了20万股 So之前buycore44.5分 他也分了股息1.5分 这11个多月也是有一个110%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上五年 Prolexus今天又起了2.8% So在1.82分 他9月29号业绩是非常不错 QOQ399% YORY231% 我之前buycore45.5分 他也分了股息0.3分 So这一年一个多月也是有301%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下一个八年才会有 当然还有其他的bycore 这边说了So非常欢迎你可以来做一下这个选股服务 我会以基本面来做一个选股 公司的各方面的条件都是比较优秀的会去选管理层 他的financial position资产负债表 然后是不是公司的资产比较多 现金流各方面 当然更重要是中长期前景必须要看好 然后我会做一个bycore 当然这个不是短期赚快钱投机的那一类 我会suggest buy and hold 一个两年左右的时间 两年之后 如果全球经济Vshed反弹 如果疫苗能够灭掉病毒 如果这些公司发展到更好的话 我会说你赚钱的机会其实是非常非常高 然后可能你潜在的回酬也不低 So非常欢迎你可以直接WhatsApp我 甚至email我 我的WhatsApp号码跟email在下面的descrip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的Facebook PM 我都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今天来跟大家聊这家公司 当然近期也是相当的红 因为它也是其中一间 说要Diversify去手套生产的这家公司 那这家公司刚才说了 就是我也是有buy call的 就是Carex Berhad 它的call就是Carex这一家公司 So今天不错咯 因为整个医疗板块起了上来 So今天它也涨了12.9% So在92分这个价位 3月19号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熊市 它的股价被人丢到剩下28分 So也是很夸张 7个多月的时间 它的股价从28分标到今天的92分 标了一个229% OK 这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上7年才会有 So市值MarketCap方面 它是9.2亿的一家公司 Current Ratio 2.5倍 So债务方面 是不错的 OK 不会太多 最新业绩8月24号 它也YOY增加了242% 就跟去年比 增加非常非常多 So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去年的时候 它是亏钱 OK 去年它是亏钱 然后不止去年它亏钱 其实上个季度 3rd quarter 它也是亏钱 So这个季度 4th quarter 当然不错了 所谓 转亏为盈 不止YOY 它QOQ 也是转亏为盈 So我觉得为什么 最近股价标降多上来 这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So当然 收入YOY 是有所增长 然后它这个季度 转亏为盈 赚了一个143万 那好 Karex 这家医疗股 它到底是做什么 其实它主要的业务 它是生产避孕套 OK 除了避孕套 它也有生产一些润滑剂 然后 当然 它最近宣布 就是他们要Diversify 去手套生产这一块 So Carrex 这家公司 其实它就 它在避孕套的这个行业 它的地位就像Turt Glove一样 因为Turt Glove顶级手套 它在手套界 它是产量最多的一个公司 全球No.1 So Carrex 它的避孕套也是一样 这家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避孕套生产商 因为它一年的产量是超过50亿个 非常夸张 然后它出口到非常多的国家 全球超过140个国家都是它的客户 然后它也是有帮人家代工 因为我们知道避孕套有一个Durex 这个品牌是非常的出名 So它有帮Durex 也是有做OEM帮它代工 其实当然最近它会比较focus自家的品牌咯 因为很简单 你如果是OEM代工的话 你就博利 你的profit肯定margin会比较低 这就为什么近年来 你可以看到Carrex 其实投入了蛮多的财力人力 在它自家的一个品牌 So其实自家品牌它目前是有几个啦 OK 包括它比较出名的ONE品牌 然后Carrex C-A-R-E-X 这个brand也是它自己的 然后它之前有收购了 外国的一些品牌 像Pasante David 也现在已经归于它旗下的一个品牌 所以这家Carrex 其实老牌公司了 OK 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 这一家公司 然后当然30年 所以也意味着说 它已经两代人 就是爸爸跟孩子 然后据说 它现在孙子辈的一些人 也是进入了管理层 你可以看到 现在的管理层 已经经历了两三代人 OK Carrex非常久的一个历史 那好 我们来看 8月24号最新的业绩 4th quarter Financial 20年 So这个季度 其实不错 因为去年 这个季度 它是亏了160万 但来到今年 这个季度 其实你把它一些 one of the expenses 拿掉的话 其实它的核心的net profit 有高达500万 OK 它的core net profit 其实是500万 这个季度 算是above expectation 了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 原因就是因为 它的other income 其他的收入是比较高 高了一个yoy79% 然后revenue收入来讲 yoy也是增加2.2% 主要是因为 它旗下部门的收入都有进步 像它的性健康部门 收入增加4.9% 其他的部门增加了一个3.6% so收入增加之后 当然它的pbt 税前利润也是增加 也是从去年 它是LBT 税前亏损50万 来到今年 它的税前利润 是有高达430万 在那边 所以就是因为 这个forgater的表现不错 so全年来讲 就是financial year 20年 其实拉长不短 今年它的核心的利润 还是有一个140万 OK 算是不错了 因为其实它去年 financial year 19年会比较糟糕 OK 其实今年 financial year 20年不错 它还是有一个利润 140万 然后revenue 收入 yoy增加4% 来到今年是4亿 so它的 pbt 税前利润 今年也增加了48.4% so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 在今年 financial year 2020年 它的other expenses 它的其他开销 其实跌了非常非常多 OK 它的other expenses 竟然 yoy跌了一个92.9% 这也是为什么 它会勉强 在今年 几出一个百多万的利润 在那边 so 展望未来 其实是不错 因为你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分析师 他们都看好 就是明年 financial year 21年 corrects 这个表现 因为他们说 这个币运套 这个东西 其实它的售价 ASP 也是最近 有所提高 当然 它的道理 应该就跟 手套的ASP 提高 也是有关系 因为这段期间 demand会比较高 再加上 之前全球做luckdown 很多工厂都关闭了下来 所以突然间 产量跌了这样多 那么 币运套的售价 提高 就不奇怪了 OK so ASP 如果提高的话 当然 对corrects 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 再加上 他们最近宣布 他们要多元化业务 来进军手套生产这一块 so 他们第一个手套的工厂 他们已经选定了 将会在泰国 OK 泰国一个叫 哈亚的一个地方 他们要建设 他们第一间手套工厂 然后 他们target了 OK 他们的target 是四年之内 他们这个 手套产的产量 capacity 一年是会去到 25亿只 OK 你要注意 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然后他管理成 estimate 大概是四年左右的时间 他就能够set up 这个工厂 然后estimate 将会有十条生产线 然后一年的产量 高达25亿只 OK 四年的target 当然一开始 没有这样快了 他们一开始 他们的目标 是在明年六月底之前 OK 明年六月底之前 他们先要finalize 两条生产线 所以一开始 这两条生产线 它的capacity 只有5亿只 一年 OK 然后当然 他们的目标 是在四年之内 就把生产线 从两个生产线 提升到10条生产线 产量 也是从5亿只提升到25亿只 把这些都是需要一个时间的 所以总的来讲 当然我刚才说了 Carrex 这家公司 我本身是有buycore OK 我buycore的价位是44.5分 分了股息1.5分 所以我buycore 这11个多月来 有一个110% 也是不错了 OK 当然近期 它的股价是飙了上来 7个多月起了一个229% 当然公司 Current Ratio是好 因为基本上 债务方面 它不是太大的问题 那至于 展望未来 它的业绩 刚才我也说了 很多分析师都看好了 就是 它下一个财政年 Financial 21年 理论上来讲 应该它的业绩 是会有些进步 原因我刚才说了 就是 这个币运 它的ASP平均售价 在这段期间 也是会提高 然后 当然 他们这个 多元化 手套这一块 是需要时间 他们最快 前面两条 最先的两条生产线 会在明年6月底的时候 就会去开跑 然后他们目标 是说在4年之内 他们要把这个产量 提升到25亿只 手套一年 他们相信 手套这个新的部门 也会为它公司 带来一个利润的一个贡献 所以换句话说 就是 就是在 这个下一个财政年 Financial 21年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我们将会看到 它的手套 Glove的这个盈利 开始会慢慢的 贡献进来 然后当然 可能3、4年后 它的贡献会越来越大 随着他们不停 设立一个新的生产线 所以这家公司 我只能讲 理论上 它未来的业绩 应该是会有所进步的 OK 当然 讲这样多 最后 最重要也是 Disclaimer 四个字 就是买卖致富 OK 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买卖致富 好 这个今天的视频分享 暂时聊到这边 最后 如果你们觉得 这个视频有用的咨询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也希望 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当然 最后也要感谢大家 抽出时间这边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